亲爱的妈妈,谢谢您 从小到大无畏无智的呵护我,照顾我 每天早上都必须早起,为我准备丰盛的早餐 而当我生病的时候,也都会立刻放下手边的工作 着急的带我去看医生,让我赶快的恢复健康 有您在我身边,是我最大的福气 我要谢谢您,给我一个如此温暖又充满爱的家 今天是我毕业的日子,我感觉自己仿佛已经长大了 谢谢您陪伴我与疼爱,我会好好的努力 以后换我照顾您,妈妈辛苦了,我爱您 亲爱的爸爸妈妈,谢谢您的陪伴,照顾我这些年 不管有多调皮炸弹,或是跟您顶嘴 您还是呵护着我健康成长 并且在我需要平安的时候,输出温暖的伸手 如果没有您的教养 我就会像科路边的野草般515号 如果没有您的教养,我一定早放弃也可以 现在我即将毕业 我会更坚定地往前大步迈进 成为一个负责任,且不难担心的孩子 亲爱的爸爸妈妈,感谢您陪我走过这六年来的旅程 过程中您付出了无比的关心和耐心 在我遭受挫折时鼓励我,在我遇到困难时教导我 转眼兼我即将毕业,迈入行的旅途 在未来我会更勇敢,更坚定 并且改正自己不好的习惯 谢谢您,我爱您 亲爱的爸爸妈妈 谢谢您这六年来陪伴着我 在这段旅程中努力向前 在我伤心时安慰我 当我遇到挫折而萌生放弃的念头时 您却总是不断地鼓励着我 让我变得更加有勇气 继续地坚持下去 但凡我有一点点的成就 都是因为您 岁月如说 转眼我已然完成人生中最基本的课业 即将要踏上新国中的旅程 未来我会更加努力 成为更懂事的孩子 不再让您失望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想要对你说一声谢谢 谢谢您我为不至于照顾 把最好的都留给我 但对自己却总是非常的坚守 舍不得花费在自己身上 这些我都看在眼里 也记在心 我即将升上国中 这是一段全新的旅程 我一定会好好把握光阴 努力读书 以后换我照顾您 给您最好的生活 谢谢您今天参加我的毕业典礼 爸妈我爱您 亲爱的爸爸妈妈 今天是我的毕业典礼 我即将升上国中 踏上下一段旅程 感谢您一直以来的疼爱与照顾 为了给我好的生活 每天辛勤的努力工作 无论我遇到任何困难 您都一直陪伴在我身边 如我一起度过最艰难的时刻 我深深的体会到 您永远是我最坚强的后盾 我会永远珍惜与您的缘分 在这样特别又有意义的日子里 我想告诉您 我永远爱您 谢谢 亲爱的妈妈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我想要表达我对您的感激之情 从我踏入学校的第一天开始 您就给予我无尽的支持和鼓励 您的爱和信任是我成长的力量 更是我坚持不懈的动力 今天是我国小毕业的日子 回顾这段旅程 是因为您的付出和叮咛 让我在学业上有所成就感 培养出端正的品格 我将带着这些温暖与祝福 勇敢地继续飞翔 踏上下一段的旅程 亲爱的爸爸妈妈 感谢您从我出生期 给我的爱与呵护 即使我总是给您惹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麻烦 但您始终耐心地开讨我 没有任何放弃的念头 这些点滴我一直感动在心里 有年载的时候 我总是无比的安心和快乐 一直认为自己是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 在这个重要的日子里 我想说一声 爸爸妈妈 我爱您 亲爱的爸爸妈妈 感谢您在我小学六年生涯的陪伴和照顾 您是我最强大的靠山 使我可以无后不自由地学习成长 当我闯过时 您的身教和言教 使我彻底了解并反省自己的错误 如今 我已经要毕业了 谢谢您在这段旅途的陪伴 在未来的旅途中 我一定会加倍努力地学习 不辜负您对我的希望 亲爱的妈妈 您是我生命中最强而有力的靠山 感谢您一直以来的照顾与关怀 让我在学习上无后不自由 时间过得很快 今天是我国小毕业的日子 心中有太多感恩的话想要对您说 谢谢您 每天不辞心劳地帮我复习功课 帮我提升成绩 也谢谢您 耐心地与我沟通 聆听我内心最深处的想法 您是世界上最棒的妈妈 我何其有幸当您的孩子 我即将升上国中 我知道这又是一个不一样的开始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好好读书 成为您最骄傲的孩子 亲爱的爸爸妈妈 谢谢您 这六年来一直陪着我学习 并且陪我度过许多挫折和沮丧 我知道我做事很初心 更才因为一时的初心而产生放弃的念头 但庆幸这一路上有您的陪伴和鼓励 我才能坚定自己的意志 勇敢地走下去 我即将结束国小生涯 而在未来学习的旅途上 我一定会更加的努力 不辜负你们的期望 亲爱的爸爸妈妈 转眼间我已经要毕业了 谢谢您对我从小到大的陪伴与鼓励 虽然在学习的过程中 我常遇到挫折 也常常萌生放弃的念头 但您都耐着信指倾听我的心声 在我宣泄过后 鼓励我继续努力 谢谢您在这六年国小生涯中与我同行 现在我即将告别这段难忘的岁月 迈向新的旅程 请您放心 我会勇敢挑战自己 亲爱的爸爸妈妈 今天是我毕业的日子 谢谢您在这六年的岁月中陪伴我成长 在我跌倒时 您永远伸出双手扶起我 在我忧伤时倾听我的心声 耐心地开导我 临次于我满满的安全感与自信心 当我遇到不碎心的事 您总是用智慧的言语来鼓励我 让我用充满勇还之权的勇气 继续与这项乐观的态度面对困难 谢谢您 我会承载您满满的祝福与爱 继续整次高费勇敢飞翔 亲爱的爸爸妈妈 谢谢您当初把我生下来 并用心抚养长大 让我可以体验到世界的美好 虽然我们家庭并不富裕 但您总是尽力给予我想要的任何东西 呵护我的成长 今天我要毕业了 想对您说一声 谢谢您这六年来的陪伴与照顾 父母养育我的恩情 我会永远记得 而且也会带着您给予我的温暖 满满的爱 继续坚定地往前走 在未来我会更努力地学习 寻找人生的方向 不辜负您的期待与盼望 亲爱的爸爸妈妈 欢迎四敬 我已经国校毕业了 时间如白居过系 我的成长都是因为有你的呵护 因此我要感谢你的养育之恩 在我成长的路上 遇到任何挫折或是难过 您都会及时地安慰我 耐心倾听我的心情 但凡听到我任何想吃的食物 不管多么不容易 都会想尽办法买给我 为我制造生活中的惊喜 这所有的一切都让我非常感动又感激 升上国中之后 我会更加努力追逐我的梦想 一步一脚印的踏实走 不辜负您平时对我的教导 亲爱的爸爸妈妈 谢谢您陪伴着我成长 用心鼓励我要认真读书 而我也完成了国小阶段性的任务 今天我终于要毕业了 这六年来 感谢您每天风雨无阻地接送我 除了日常饮食 起居外还要照顾我的健康 担心我的学习是否顺利 这一切的一切都深深烙印在我脑海里 爸爸妈妈 你们辛苦了 未来我会更努力 更勇敢 更坚强地迎难而上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今天终于要毕业了 首先我要谢谢您的养育之恩 让我有安稳的生活 及充满幸福的日子 爸爸 您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资助 不但每日辛苦工作抚育我 也总是鼓励我面对困难时永不放弃 我想给您慢慢的祝福 希望您永远健康平安 妈妈 谢谢您总是在我最艰难的时刻陪着我 当我的心灵导师 您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在这个重要的典礼上 我要感谢您为我付出的一切 我爱您 谢谢爸爸妈妈这些年来的照顾 这六年来 您每天风雨无阻地接我上下雪 也为了我的身体健康 每天早起准备营养丰盛的早餐 让我能够充满活力的学习 不论是学业或是生活能力 我的成长与进步都是因为您无为不至的照顾 未来我会把这些知识运用在我的国中生涯 希望自己能够更上一层楼 报答您的恩情 爸爸外婆 谢谢您这些年的陪伴与照顾 您是我最坚强的后盾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您都守护着我 让我感受到安全感 也因为您温暖的爱与关怀 让我无后顾之忧的读书 让我在学业上应有着长足的进步 更因为您的照顾使我的身体比以前更加的健康有元气 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 如今我已经要结束国校的日程 在一身上国中之后 我会继续保持良好的学习态度 成为一位让您骄傲的孩子 不让您失望 亲爱的爸爸妈妈 谢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与鼓励 今天的我已经要毕业了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我想感谢您在我生病的时候照顾我 在我情绪滴落的时候陪伴我 在我高兴的时候笑得比我还要开心 这些点点滴滴都让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感谢爸爸妈妈您是如此的爱我 未来我也会用更多的努力与爱来回报您 感谢爸爸妈妈在过去的11年里一直陪伴着我 为我做了不知道多少的苦差事 现在我即将国小毕业了 也希望你们可以放下心中的担忧 微笑的看着我乘风飞翔 我不再是只会玩到什么事也不做的小孩子了 我会改掉贪婪的个性 脚踏实地的努力学习 勇敢的迎接往后的挑战 乘风破浪 会来的某一天我一定会成为令您感到骄傲的孩子 亲爱的妈妈 谢谢你每天为了我的健康 早起做丰盛又营养的早餐给我吃 让我更有活力学习 在我生病的时候 风雨无阻地带我去看医生 在我和姐姐有争执的时候 依旧公平地教导我们有爱 谢谢你总是不厌其烦地叮嘱我该做的事情 今天是我毕业的日子 回收这六年的岁月 我想对你说辛苦了 亲爱的爸爸 谢谢您把我抚养长大 让我有机会体验世界的美好 您常常牺牲自己的时间 把心事放在工作上 只为了让我过更好的生活 在您身上我学到了您负责的态度 以及幽默的特质 您不只是养育我的人 更是这世界上最爱我的人 在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里 我想对您说声谢谢您 我爱您